很多人都在關注的就是未來的 這個國會龍頭的爭霸戰了 在今天時間下午的4點32分 我們要來視訊的是 台中新科立委 我們的委員在線上哦 你好 您好 嗨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想問的是 今天韓國瑜不是有這個宴請 這個自家立委嗎 那麼公開表示說 其實國民黨的核心理念就是韓江沛 將雙進雙出 其實很多人都很期待 那包括很多藍營的大咖呢 都有提出自己的想法了 表態都支持 那我們想問的是 那麼未來綠白河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有錫坤受訪的時候 他就說小黨擔任議長是民主的政治常態 他感覺是有閒外之營 所以我們想問問 就是就您的這個判斷 或者是您的想法來看看 他們有可能會有合作模式嗎 第一個我覺得尤其坤 講的這話蠻有意思 那表示說台灣過去這些年 我們選的國會龍頭 都不是民主國家的意思 是不是因為其實過去立法院的慣例 一般來講都是多數黨來擔任 這個立法院院長 我們過去來講 其實並沒有什麼小黨 擔任立法院院長這個案例 所以我覺得尤其坤講 這個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那另外當然現在 我想這個這個球權 現在在民眾黨身上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當然希望說再也還是要整合 再也還是要合作 再也應該要動頭來監督執政黨 因為很顯然現在執政黨繼續由民進黨來執政 那不管是民眾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我們背負的是民眾對於監督這個執政的這個期期待 所以才會選出我們這些多多數 大概六成 大概有六成的民眾 其實是不支持民進黨的嘛 所以他現在是少數政府 那多數的民意是期待我們監督他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綠白河對民眾來講 他們應該會有更大的壓力 他等於去背棄的民眾期待說 我們立法委員立法院去監督這個行政院的這個期待 所以我是覺得在目前來講 因為我們當然先做好準備啦 我也常講說這個是我們先做好準備 因為有上一次這個軍樂會的這個案例之後 我想這一次不管是院長副院長 我們都把人選準備好 那不要說萬一破局的時候 完全沒有準備 就像上次我們這個選總統副總統 兩黨到最後副總統都是比較衝觸的上路 那我們希望說至少我們先把副手人選 那也具有一定的復補性 把副手人選提出來 那萬一到最後無法在一黨無法合作的話 那至少我們國民黨提出來人選 讓社會大眾來評判 那我們提出來人選是不是比較優秀 那也讓我們的這個立法委員 黨籍立法委員也知道說 在投票的時候要支持哪一位這個 可能潛在的這個院長和副院長人選 的確 因為畢竟這張牌是個絕妙好牌 那既然打出來 有人說是可以先發智人 那其實包括這個盧市長 他也是非常看好 當然他也表態非常支持的是韓張沛 他也期望的是未來可以幫台中 爭取到更多的中央應該要給 但是沒有給的一些資源 那包括我們看到是這一次的大選 這國民黨新科立委總統三人嗎 那無疑是幫這個台中注入強行政 因為其實盧市長就有說 拜託這個台中的藍線 應該要趕快啟動 我想問問您怎麼看呢 的確 如果說我們這個 將啟程能夠順利進入立法院單路 是擔任這個副院長 這個角色 因為我們期待說 因為院長副院長相對來講 可能資源影響力 會比一般的陽春立委來的大 所以我們當然想說 這台中坦白說 整體的選情算選得還不錯 那也有足夠的民意基礎 也足夠多的席次進入立法院 所以我們當然期待說這個 不管是現在我們 當然希望說我們台中的藍線捷運也好 或者是綠線延伸 或者其他的陸續正在規劃中捷運 都能夠利用這樣子的名氣 利用這次的選舉的機會 能夠把他拿下來 所以我覺得的確 就是我們也期待說這個 有更多的人能夠為台中來發聲 那這也是就未來台中 因為台中畢竟是我們整個中部 最重要的一個直轄市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建設跟經費 我覺得也都需要說 在立法院裡面有更多的委員 那包含說如果包含副院長 如果是台中人是江底層的話 那我想他在發言的力道上面 在影響力上面 也會比過去更加的直接 所以我們當然是說 其他這樣子的好牌 這樣子的這樣的組合 能夠順利的影響 就是新的國會 以及新的政府 讓他們看到說台中人的意志 那也讓他們知道說台中 真的需要這些建設 那剛才國員有特別提到嗎 不管是這個藍線的啟動 還是綠線的延伸 其實台中是極需要這個 比如說像是中央的資源 當然也希望說未來這個 張以辰可以幫這個台中 持續打天下 可是我們剛剛就有提到了 既然說到選戰 那麼現在有沒有可能看起來 已經嗅到說 台中市長前哨戰可能提前開打 因為其實無論是蔡啟昌 還是江啟成 其實都是長期深耕台中 那麼其實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有可能是夏季市長的熱門人選 再包括其實現在 不要看這個蔡啟昌現在 其實他也有一些動作 他動作頻頻 雖然他今天受訪的時候 他說其實個人利益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民的福祉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最近其實動作頻頻啊 那麼他也包括建議這個 比如說藍線 應該要先核定在補證啦 是不是對於你們來看 有沒有可能正在這個爭搶攻擊呢 我想的確我 我部分認同蔡啟昌這個 講了這個言論 的確我們經理法院 應該是要為人民福祉來努力 那就要問說過去 他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到底幫台中努力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不然 如果過去他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沒有辦法幫台中 這局到這個捷運藍線的核定 那你看現在選用台所可以補證 那為什麼選前不講這個事情呢 所以我覺得那這樣的話 不如換另外一個人來當當看 換另外一個台中人去當看看副院長 會不會這個人當了副院長之後 反而能夠幫台中 幫台中的民眾爭取到更多的績效 所以我覺得的確 可以讓將你去試試看 那兩個副院長 未來都是潛在台中市長人選 那兩個副院長的這個政經 所以一比較 我想台中市民就能夠比較快的做決定 那當然現階段來講 的確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因為剛立法 雖然剛選完 但其實我們也知道說 盧秀燕市長已經進入第二任任 第二年的任期 那其實再過三年就要選新的市長 那其實算是說三年 那其實再準備兩年 你還有提名初選等等這個制度 所以的確 現在的確有點前哨戰的味道 那既然是前哨戰 就如同我講的 那過去 蔡廷昌也長期擔任過副院長 那他過去的表現 大家也看到了嘛 就是台中藍星就是沒過 那會不會這一次壞了江麗城 他如果真的當副院長 還是真的幫台中 申請到這些建設跟經費的話 那我想這對台中市來講 都是人民的福氣啊 太陽星全校客費 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都有先行見 避免 避免 葱